前世他眼下心芒,对我不埋不彩,最后被最亲近的妹妹和渣男害死,还联合他人,害得我失去生命,如今回到结婚前夕,众活一世,我冷眼看着他,你刚才说,你不想和我结婚,他一把拉住我的手,结,我结,老公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我,别结,这婚大可不必结,正文开始,子弹穿透心脏的那一刻,我想我再也不要喜欢柳如烟了,我爱了柳如烟很多年,我知道他不爱我,所以我在他身边守候了他很多年, 而到死我都没想过,他会联合一个男人,把我送上黄泉路,我伸出手像是要祈求他最后一点怜悯,他在伊藤城怀里笑眼如花,转过头来看向我时,眼里的鄙夷,嫌弃的话语,让我入坠冰库,几波答,被你喜欢,可真是一件恶心的事,若不是你对阿诚有用处,你以为我会和你蓄于尾夷这么长时间,伤口完全麻木,心撕裂般的疼,几波答,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就是去死,也不会跟你结婚的,熟悉的声音传来,这话我好像听不懂, 听过一遍,只是这次,我不会再重蹈覆辙,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那你就去死,再次睁开眼睛,我竟然重生到了结婚前夕,熟悉的房间映入眼帘,婚房里的红色,真是讽刺至极,屋内的每一处陈设装饰,都是我亲手布置的,窗子上的喜字,是我特意找老师,学了以后,剪好贴上的,寓意爱情幸福,婚姻美满,而打碎我一切幻想,还要了我性命的人, 正站在我的面前,叫嚷着,不会嫁给我,按规矩结婚前一天,新婚夫妇是不能见面的,前世柳如烟也是这样,偷偷跑到我家,把刀放在脖子上,用她的姓名威胁我,我因为怕她伤了自己,着急之下抢了刀,却被她划伤了我的胳膊,只换来一句,你活该,混乱中她跑出去,和伊腾城私奔了,她爸妈知道后,又被找了回来,第二天,婚礼照常举行,令人意外的是,柳如烟全程一点也没闹,乖得不行,啊,那一切,不过是, 柳如烟,为了讨好伊腾城的一个阴谋,柳如烟似是没想到我会这样说,正愣住了,她忽然瘫坐在了地上,双眼失神,不一会儿便站了起来,嘴里,还呢拿着我的名字,看见我就像看见猎物,眼睛瞬间亮了,柳如烟直接扑进我怀里,将我抱得紧紧的,乌叶道,几波答,你还活着,真好,真好,我你没,不由地思索,她绝对不是在咒我死,难道她也重生了,我一把推开她,低下头冷眼看着她,语气加重, 你刚才说,你不想和我结婚,柳如烟原本不解的神色褪去,眼里充满热气,一把拉住我的手,姐,我姐,老公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突然变了一个人,柳如烟肯定和我一样,重生了,可是现在,这个样子是什么意思,她不是如愿和伊腾城在一起了,我冷淡地开口,别,这婚大可不必结,几波答,对不起,是我错了,但是我愿意和你结婚,是真的,柳如烟情真一切地看着我,双眼红彤,眼尾还挂着泪, 要是上辈子的我听见这话,一定会高兴得不知所措,可惜现在的我,已经变成了扭呼噜,几波答,你说,你死也不嫁我,我如你所愿,要么你去死,要么你给我滚,几波答,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听我解释,过躁,我低吼一声,打断她,喊来周管家直接把她拖出去,周管家犹犹豫豫豫,少爷,这,柳如烟哪来的自信,能让我死过一次了,还继续做她的舔狗, 对柳如烟态度转变得太快,连管家都怕我是一时情急,冷静下来想想后,还会怪在她头上,周叔,我已经想通了,把她带走,周管家应了一声,好嘞,麻利的就把柳如烟连拉带扯出去了,嘴角的微笑比AK还难压,周管家一直不喜欢柳如烟,她觉得,她一无是处,还喜欢别的男人,一点不为我着想, 而我呢,妥妥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把柳如烟赶走后,我直奔书房,拿起文件,翻看左一本策划案,右一本项目企划书,果然,这些才是我满满的归属啊 想到前世的我,只顾着当一个恋爱脑,把公司的业绩打水漂,最后把我亲手打造的公司拱手让人,只为拨柳如烟一笑,我猛扇自己两巴掌,我简直不是个人,我当即熬夜处理其手中的工作篮,忙到一半,想起婚礼还没取消,差点误了大事 不然,让柳如烟认为我还想和她结婚就不好了,我打来的电话给我的助理,林助理,帮我通知下去,明天的婚礼取消,即是柳氏联姻取消 刚好这时候,柳如烟父亲的电话打来,小季啊,今天是如烟不懂事,我已经教训她了,她也知道错了,你看这婚礼,还是照常举行怎么样 语气里带着讨好,柳总,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您还是叫我季总的好,至于婚事,我那是以一宁女儿的意思来的,柳少和开始低声下气了,季总 那您放心,我绑,也会把她绑到婚礼现场的,只是这彩礼,还是照商量好的,明天打过来吧,我漫不经心道 哦,柳总,您不说,我差点忘了,原先送过去的彩礼,是该收回来,那些古董花瓶,玉器名画 钻石配饰还在的吧,我这边还有名单,你收拾收拾,我三天后来拿,还未等她说话,我就挂了电话 真是这老狐狸,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着要彩礼,原先柳如烟要嫁的人并不是我,柳家的公司资金链断链,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 柳少和在柳如烟后妈的窜躲下,物色好了人选,要把柳如烟,嫁给刚失去了妻子的爆发户刘总 是我听到风声后,以注资十亿为条件,求柳少和把柳如烟嫁给我,为了显示我对她的珍重 前段时间,我就先把家里的大部分古董,当做聘礼送到了她家 剩余十亿婚礼当天,打到公司账上,那时候柳如烟喜欢的人是一腾成 我以为,只要我对她好,不求她一心一意待我,只希望她能多了解我很爱她 然而她心心念念的,只有一腾成,甚至还觉得我和她爸就是在做买卖,还说我是在犯贱 我只能说,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节,搞事业才是一个成熟男人该做的事 兄弟们,知道我取消婚礼的时候,群里顿时炸了,北城一枝花,不是吧不是吧 达哥的恋爱脑被球踢了,浪子,我去 不,我一定是眼花了,想通了,宋良成,奇猛了,奇猛了,达哥不当舔狗了 宁可相信北哥从良,也不相信达哥不爱,过往仍历历在目,却已是相隔一室了 电梯楼层急速攀升,再去办公室的路上,林助理已经讲了今天的日程安排 久违地坐上总裁座椅,我舒服地叹了一口气 真不知道,我前世是吃错药还是抽风了,放着好好的钱不赚,跑去做跟班 会议室里项目经理正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这次产品研发的方案 不合时宜的开门声响起,我偏头看向门口,秘书愧疚地说 抱歉,总裁,柳小姐硬要闯进来,我拦不住,柳如烟脸上也盖不住尴尬 阿达,我以为你故意躲着我,所以才,稀疏的声音传来 我看向会议室,已经有人收拾上东西,还有人面上的失落不眼 好像是知道了,我必然会离开的结果 过往柳如烟也有闯会议室的习惯 而他一来,我就会落下所有无论多忙的工作和人 去处理他那点沉芝麻烂骨子的小事,看得出来,其余人都见惯不惯了 陈秘书,麻烦把柳小姐带到等候室,顺便告诉前台 没有预约的人我都不见,陈秘书微微一笑 好的,总裁,柳如烟脸色一白,还想说话 我直接看向项目经理,愣着干嘛啊,继续 项目经理磕磕绊绊,嗯,哦,好的 总裁,小插曲一会儿过,等会议结束,已经快下午了 我进办公室,柳如烟居然还在 他以前等我是不可能,超过三分钟,我直接了当开口 有事,抱歉,我刚刚不是故意的,我满脸嘲讽 是不是故意的你也闯进去了不是 他一时语色,强行转移话题,这里的照片怎么不见了 丢了,照片是我悄悄拍的他的背影 以前的我永远是站在他的身后,我亲民一口茶 我们已经没关系,麻烦柳小姐,有点自知之明 柳如烟讨饶式的说,我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气 我发誓,我真的不喜欢伊藤诚了,不但这样 我还想让他下地狱,与我无关,麻烦你离开 柳如烟被退婚,还被赶出纪氏集团的传闻 迅速登上娱乐版头条,热评如潮 柳如烟活该,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不喜欢,纪总还吊着他 纪总配得上更好的女人 听说,是私奔被抓了,差点给纪总戴绿帽子 可不是,前世我的头上就是青青草原 魅色酒吧里,岑北笑得开怀 来来来,咱们庆祝达哥 终于又回归优质黄单身男行列了 从明天起,达哥又要爸爸 北城女人最想嫁的男人之首了 今天可要狠狠宰达哥一次 我聚其酒杯,跟他们挨个碰杯 尽管宰,今天都算我的 很久没那么畅快了 今天多喝了一点,有点微醉 出来的时候,恰巧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微开的包厢里,娇涉淫迷 柳如烟正坐在一个肥头大肚的老总旁边 老总手不安分地往他身上靠 柳少和就坐在他旁边 把他往风口浪尖上推 叫我的人就是柳如烟,最厉害嚷着 你要是敢动我 吉伯达是不会放过你的 老总没看到我,以为他在吓唬他 不免生气 你以为人家吉总有空离你 你这种破鞋,也就是老子还看得上你 早就被玩过了吧 我看你这种态度 今天这合作不谈也罢 柳如烟看我的眼神 比至我死前看他过犹不及 我走了进去 几个老总历史谄媚地围了上来打招呼 柳如烟眼眶通红,求救式地看着我 我微微一笑 大家该怎么做怎么做 不用顾忌我 老总跟着附和 还是吉总英明 我竟吉总一辈 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早在中午 我就知道 柳少和在为柳如烟物色人选了 他必须得得到投资 不然他的公司就完了 可不管柳如烟态度如何 早在我死那天 他就已经和我 没关系了 等我下楼 酒早已醒了大半 却不曾转身迎面撞上一个人 女人抬头 用湿漉漉的眼眶看着我 神色紧张 红唇威张 救救我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他拉着躲到一边 果真有两个男人在四处看 跑哪去了 快去找 而他们口中的人 此刻 正在我的怀里不过咫尺 我弯腰细看 怀里的女人化着浓妆 有着一双明艳动人的眼睛 虚的小表情配在脸上 却不觉怪异 眼看着氛围有些暧昧 我们迅速分开 他放松拍了拍心口 微微一笑 谢谢你喽 看在你这么帅的份上 要不救命之恩 我以身相许 他笑得动人 我一时尽看呆了 喂 我回过神来 并不想多管闲事 我追了嗷二爷 就在这时 柳如烟追了出来 阿达 你真的忍心把我一个人留在这 他带着哭腔道 我皱眉 许是女人看出来 我不想和柳如烟过多纠缠 直接上前挽住我的胳膊说道 你谁啊 你知不知道 他是我先看上的 柳如烟眼泪顺着眼角低落 四控肃的语气说 他是谁 几博达 你不是最喜欢我的吗 这一切怎么就变了 不是这样的 什么时候变的 或许命运使然 尽管我已经郑重地拒绝了柳如烟 可他还是每天雷打不动来我公司 阿达 我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番茄牛奶 你尝一点好不好 其实我非常讨厌番茄 是他喜欢吃 我才吃一点的 公司 关于我的介绍上面 都能查到我从不吃番茄 柳如烟 你的喜欢可真够伤心的 他呼吸一致 然后手忙脚乱地道歉 对不起 你以前都陪我吃这个 我以为你也喜欢 纪伯达 对不起 以前都是你喜欢我的 现在换我喜欢你好不好 我不以为然 但莫地说 柳如烟 你有没有听说过 迟来的深情比草多见 正巧这是秘书敲门 该去面试了 也就是这次面试 我第一次见到了柳如烟 前世最爱的人 一腾成 因为招的都是技术骨干 所以会是我亲自面试 一样的路 不一样的走法 走过来的心情 还真是大为不同 前世 因为柳如烟的耳边风 我不仅破格录取一腾成 还不顾其他人的反对 让一腾成当组长 还放走了一个天才 最后公司 也让他们祸害了 这一世我照样 把一腾成招进来了 我要让他自投罗网 自取灭亡 不过前世的钱力骨 人才 天才我都没放过 我刚出公司大门 就看见柳如烟 扇了一腾成一巴掌 只瞥见我一腾成就跑掉了 柳如烟迎上前来 满脸焦急 纪伯达 你别招一腾成 他会害了你和公司的 我一脸玩味 哦 是吗 你不是最爱他 最讨厌我吗 怎么会在我面前 说他坏呢 害死我的不是你吗 若不是你帮他 他能害我 你不是还觉得我恶心 我告诉你 你才恶心 你现在摆这种 惺惺作态的样子给谁看 嗯 柳如烟 我把心都捧给你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 现在 我不爱你了 你跑来说 还你爱我 你当真爱我吗 你只是感动 我对你做的一切 你自始至终爱的 是你自己和我手上的金钱 全力 柳如烟脸色煞白 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 往后亮腔两步 险些跌倒 惊慌地说 你 莫非你也是 也是重生的 接着喃喃自语道 怪不得这一切都变了 所以 你不爱我了 我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 他似是接受不了这个打击 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上天为你关了一道门 则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窗子都打开的话 势必风会吹散一切 即使说好日期 那我也得遵守时间 叫上卡车和一小队人 跟着就到了柳如烟家 我散漫开口 哟 都在呢 准备好没有 柳少和干巴巴地笑着说 纪总 您来了 您看 如烟他都知道错了 您看这彩礼的事 说完 看向柳如烟急声道 如烟 站着干嘛 还不快给纪总倒茶 知道真相后 柳如烟面对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沉生 既然柳总没准备好 就让我来动手吧 大家听好了 照着清单图片上的物品 给我搜 取出一条玛瑶项链的时候 柳如烟后妈和林急了眼 连连要上去抢 却没有得逞 焦急道 纪总 你给出的 哪还有收回去的道理 人是你要取的 怎能说取消婚事就取消 你这是言而无信 柳如烟妹妹柳青青也插嘴 却是和他妈唱反调 百明了见不得柳如烟好 纪总 做得对 像我姐这种人 活该你不要她 我可不想她 有了未婚夫 还去勾搭人 前世 柳青青可还保持着好妹妹姿态 劝她离开我 却也没那么直白 前段时间刚重生回来 柳如烟就想办法报复柳青青 可没了我的帮助 再加上有了后妈 就相当于有了后爹 所以闹大的是 柳少和在后妈的窜夺下 非但不幸 还狠狠地打了柳如烟 两个人至此撕破了脸 所以 现在柳青青对柳如烟 是明着针锋相对了 小张很有眼色的 一把斧子放在和铃脖子上 他立刻晋升 不敢动了 最后还有两件鼓完没找到 价值三个亿 刘总 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 那剩下这两件 就用你老婆和女儿来还吧 说吧 保镖就抓住了柳如烟后妈和柳青青 柳少和气急败坏 纪总 你何必逼人至此 我嘴角微挑 刘总 根据我的调查 你已经往海外账户赚了一笔巨款 我猜 你老婆女儿一定不知道 你要撇下他们独自跑路 你海外账户的钱 足以支付这两件鼓完了 听到这 柳青青瞪大了眼睛 何林连斧子都不怕了 冲上去就是抓着柳少和一阵脑打 好你个柳少和 我不顾一切跟着你 被人叫做小三我也无所谓 可事到临头 你竟敢这样对我 你真是个畜生 畜生呢 紧逼声响起 柳少和一个机灵就想跑 我冷笑 柳少和 你已经跑不了了 挪用公款 数额巨大 还有你偷税漏税 贿赂官员 这些统统加起来 够你好几年牢狱之灾了 前世 没有他 伊藤城的谋划 也不可能成功 在我的努力下 一个季度过去 公司业绩20% 几时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现在我打算主攻海外这一部分的业务 柳世一者柳少和的私产 接着苟言惨喘了三个月 听说是所有财产都变卖了 才补上了窟窿 柳如嫣和后妈争家产的事 闹到了娱乐新闻上 可能是有前世的加持 柳如嫣聪明了一点 知道了如何拉拢股东 最后仅以一票取胜 获得柳世公司的决定权 今天正好是出结果的那天 我一早就收到了他的消息 让我陪他去参加个晚宴 晚宴是沈氏集团 为欢迎沈家大小姐归国举办的 我也在被夭制恋 沈氏集团千金沈幼储 十年前出国留学 小小年纪边读书边管理家族产业 成功让沈家的业务在海外扎根 也是商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三个月柳如嫣经常在我跟前晃 说什么上辈子欠我太多 所以这辈子换他对我好 可笑 我要钱有钱 要言有言 要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偏要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 我明确拒绝了他 然而他却不知死活的 向媒体透露 我会和他共同参加晚宴的事 引得网友纷约议论 搞什么 纪总是突然白内障了吗 原来之前都是骗人的 纪总还是一如既往恋爱脑 我们也是你们恋爱play中的一环吗 脑子进水了吧 该去看看脑子里 深陷舆论风波中 柳氏下行的股票正在迅速回升 好一波借力打力 我直接用官方账号回应 谢妖 网友辣平 原来是自相情愿 我就知道纪总的眼睛是血亮的 打脸来得太快 让某某猝不及防了吧 好马不吃回头草 更别说纪总还是一头牛马 光愁交错 音乐升起 攀谈交往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刚准备找个地落座 柳如烟娇强弱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几波答 虽然我真的很想做你的女伴 但早上的事不是我说的 我不知道是谁向媒体透露的 你要相信我 我腻了她一眼 她拉住了我的西装衣板 靠近我 音色软弱 我现在真的很喜欢你 你能不能尝试 再一次喜欢我一点 我正想一脚踹开她 脚抬到一半 啪一声响起 手臂上多了一层触感 柳如烟的手迅速缩了回去 红了一片 我疑惑偏头 心里讶异 是她 那天在酒吧里的那个女人 今天的她 身着红色 抹胸鱼尾长裙 妆容恰到好处 美艳大方 动人心弦 她很有气势的张口 屁腻地看着柳如烟 你有几个胆子 抢我看上的男人 旁边的宾客们 侃侃而谈的声音停了 个个饶有兴趣地看向我们 能来参加这种宴会的人 绝对都是有身份的 可我也没见过她是谁家的 不过胆色很大 让我觉得原本平淡的宴会 稍微有了那么点意思 柳如烟眼里蓄着泪水 看向我小声又似撒娇地说了句 几波答 我疼 柳家已然没落 她也不敢得罪 这个看起来不好得罪的女人 我回答她 关我屁事 声音没有一丝波澜 恰巧此事宴会的主人 沈董事长开口 楚 过来 身边那抹娇羊 就这样顺着大家避开地倒走了上去 原来那天在酒吧遇到的人 就是沈又楚 传闻她昨天才回的国 看来传闻有误啊 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沈家的女儿 沈又楚 在一片夸赞声中 沈又楚突然开口 爸 你不是问有没有和我心意的人吗 我喜欢的人是几波答 周围的人窃窃私语 难怪刚刚当沈小姐 这样对柳如烟 比起柳如烟 还是沈小姐更配记总啊 简直是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我满脸问好 这是什么 霸道小姐强制爱 有谁来问问我意见吗 沈董事长肉眼可见沉了脸 叫上沈又楚 和我进了房间 想起进门时 她抄我眨眼的模样 和酒吧里如出一辙 鬼使神差的 在沈董事长问我话的时候 我答应了和她试试 许是不想搏了她的面子 回到家 我找出了那张 她印着她口红印的联系方式 加了好友 她很快就通过了 印着刚出来 她就被她爸带走了 我也还没来得及问她 今天晚上是什么意思 我立马打下一条消息 刚刚说的话什么意思 沈又楚 看上你了不行 我 不说 我现在就告诉你吧 你提早回家的事实 沈又楚 明天中午 雅居 不见不散 距离晚宴不过三天 既是沈氏要联姻的消息 便荣登各大头版头条 我和沈又楚 平凡两人 共同出入各种场所 街拍 秀恩爱无所不用其至 一时间 网友挠补了 各种狗血大骗情节 说沈又楚因爱而不得被迫出国 得知己伯达解除婚约返回故里 找回真爱 事实 是在那天的交谈中 为了彼此的利益 我们俩一致决定协议结婚 期限为五年 沈董事长只有他一个女儿 所以想把公司大权 交给外面的私生子 可沈又楚知道后不同意 反被沈董事长怪罪 我要做的 就是支持沈又楚 必要是帮助沈又楚夺权 因为我和沈又楚 突然宣称的联姻 爱着我的关系 沈董事长 确实重新思考了 股权分配的问题 沈又楚治愈我 则是帮我提供海外合作伙伴 拓宽几是在海外的业务 沈又楚从来都不是 局限在情情爱爱中 无法自拔的人 她无需做谁的公主 她可以自己做女王 联姻的消息发出 公司股价持续大涨 距离年底越来越近 独留也该铲除了 不然留到新的一年 就剩隔音人了 我找来正要去送文件的林助理 林助理 偷偷透露出去 说15层摄像头坏了 后天会有人来修 注意 尤其要让一腾成 不经意间知道这件事 林助理不解 老板 这 我嘴角微钩 办好了 奖金翻倍 对嘞 你真的要去沈又楚吗 是柳如烟 秘书又一次懊恼 没能拦住她 我招手示意她 关门就行 柳如烟 你好好回想一下 早在你看着我死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没关系了 你凭什么觉得 我就应该对你情根深重 致死方休 她眼眶湿润 神色凄然 声音哽咽 你爱她吗 当然 终是一行青泪缓缓流下 她的声音带着歇斯底里 那我算什么 我那么喜欢你 你怎么就不能回头看看我 你明明是那么喜欢我的 门咔的一声响 沈又楚闯了进来 在我们都始料未及的时候 刷的扇了柳如烟一巴掌 然后说话的声音都带着点粉 你这算是蓄意勾引别人未婚夫 你配站在这里说这些吗 你婚前不知减点和别的男人私混 纪伯达永远是替你收拾烂摊子那个 你想象你那个爹的性子 若不是纪伯达 你早就被嫁给死了老婆的那个老总吧 还轮得到你在这里指责她 还回头看你 你就是驮大粪 看你恶心想吐 说完 拿起我的水杯就喝了口水 我不由得出声 那是我的杯子 沈又楚嬉笑 都是夫妻了 怕什么 我服额 喝完谁沈又楚接着补充道 对了 那个下三滥的男的 我也带过来了 柳如烟还迟迟在震惊中没有回过神来 沈又楚口中的男人是一腾成 果然不出我所料 一腾成真的偷他们组项目的核心文件了 前世 趁着公司的监控损坏 我要报警处理的时候 柳如烟出现了 他跪下来哭着求我 己伯答 文件没了 我们还可以找人重做 不要报警 不要伤害阿诚好不好 我求你了 看着哭得一塌糊涂的柳如烟 我又一次心软了 任由他们在我的底线上蹦的 保安按着一腾成走了进来 一腾成嘴里却还在狡辩 纪总 我真的没有偷 我只是想接来看看 看完我就还回去了 偷没偷 警察自会有决断 他直接跪了下来 惊恐地求饶 纪总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 放过我吧 看到如此胆小的一腾成 我突然想到了死前 在我面前张狂十足的他 搂着柳如烟 笑得放肆地说 既总又如何 全是滔天又如何 到头来 还不是因为个女人 照样被我踩在脚底下 终究是我的一次次容忍 他们的良心 一点点地被腐蚀 将他们的野心 一点点养得如此巨大 角落里的柳如烟 不合时宜地开了口 一腾成 你早就该去死了 你这种人渣 根本就不配 活在世上 一腾成看到柳如烟 就像看到了救命稻草 全然不顾他说的是什么 烟烟 帮帮我 你不是最爱我的吗 你不是说我小时候 冒着火救过你 所以 你现在 也应该救救我啊 火 救人 柳如烟 我好像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在意柳如烟了 每次见到他 我的视线必然在他身上 有一次参加生日宴会 突发大火 我却怎么也找不到柳如烟 最后发现 他晕在了角落里 我被大火烧得遍体鳞伤 疼得嘶牙惨叫 却还是将怀里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 保护得完好无损 此时此刻后背的上 忽然有些隐隐作痛 柳如烟冷哼 那又如何 我的命上辈子早就还过你一次了 只有我懂柳如烟在说什么 原来上辈子他也被伊藤城杀了 怪不得现在如此恨他 只是我觉得 我还是有必要为自己证明一下的 柳如烟 你说的可是12岁贺心炎生日的时候 生日地点是他家的花园 先起火的地点是仓库 火势蔓延 你被困在靠近仓库的角落里 吸入烟尘太多 迷迷糊糊晕了过去 那个时候啊 是我 是我把你护在怀里给抱出来的 现在后背还有一片烧伤 原来你就是因为这个 才喜欢伊藤城的 真是可笑 伊藤城剑被拆穿了 低着头也不敢说话了 柳如烟看着伊藤城的反应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柳如烟气得手抖 哽咽道 伊藤城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 到死了还在骗我 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长长地看了我一眼 他竟笑了笑 自嘲般说道 前世今生 原来我的爱到头来 不过是个笑话 纪伯达 我很后悔 后悔没有好好把握你 你很好 你真的很好 你应该向前走 而不是徒留在原地等我 若是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好好爱你 一片鲜红划过眼旁 柳如烟吐血了 宋伊的诊治结果是 气急攻心而死 回到家我收到了 他寄来的一封信 纪伯达 此时 我应该已经离开了你的世界 其实我的再生是换来的 我遇到了一个叫系统的东西 他说 只要我成功攻略你 让你爱上我 就能继续活下去 若是失败就会被抹杀 我万万没想到 你重生了 你带着前世的记忆 怎么可能还会爱我呢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我注定会失败 不过能再次见到你 我真的欢喜了很久很久 好好活下去 几波达 我想我可能会感到惋惜 可更多的是释怀 试者已矣 生者如私 义腾城盗卖公司重大机密 涉嫌的金额较大 被捕了 却没人知道 为什么坐了三天牢 他就疯了 嘴里嚷嚷着 我是记事集团的总裁 你们谁敢不听我的 老板 愣着干嘛 都等着你剪彩呢 林助理焦急地说 今天是我们公司 和政府合作的项目 落成一事 站在台上 我握起了剪刀 咔嚓一刀剪下去 既是还是原来的记事 却也不是原来的记事了 现如今 也可以当得起 北城的龙头企业了 沈又厨 也因为屈居我之下 而整天抱怨 现在沈又厨 也成为沈氏的总裁了 早在一年前 他就一雷挺手段 迅速惩治了那些公司里 拉帮结派的关系户 并且拿下许多大单项目 他的能力 也能到股东的认可 至于他爸的私生子 只被分了一点股份 过着拿分红的日子 我也实现了 重生回来后的目标 带着记事做大做强 给更多人提供就业岗位 设立各种基金 助学金 我和沈又厨和协议 早已行动虚设 我们离婚了 这几年的合作下来 我们早已默契十足 我喜欢和他一起 并肩作战的感觉 我开始发现 我的生活里 到处都有沈又厨的影子 我已经离不开他了 我喜欢上他了 我开始重新正式地追求他 每个女孩 都有的他也必须有 告白 鲜花 在一起 牵手 亲吻 求婚 结婚 有一天 我们在迎信大道上散步 沈又厨忽然说 其实有一些网友的脑洞挺大的 但他们也猜对了 我 我怎么不知道 他们猜了什么 我当初就是因为你才出国的 我初中暗恋你 后来知道你喜欢别人 心灰意冷出了国 知道你们不结婚了 刚好我爸叫我回来 我就回来了 我笑 所以酒吧的偶遇是故意的 聪明 你好老土的搭讪方式 管用就行 还不是把你勾到手了 一阵风吹来 银杏叶落 我想到了一句话 沈又厨 因为有你 三生有幸 全文完